A.O.S.L. 这里是外国电台最新推出的专栏节目最穷音乐测评 我是你们的最穷音乐测评人Royce 那么今天呢也就是8月23号 其实我们视频录制的时候是在8月23号录的 今天就要正式放出美妹的新专辑Lover了 那么今天呢来评测一下美妹Lover这段专辑里的通名歌曲 也就是Lover了这首歌据说是写给他的什么县男友的 和他上一张专辑Reputation那种黑白那种调子不太一样 这张专辑呢则更多的有这种夏日的这种元素 夏天啊汽水沙滩西瓜 好像跟我这个夏天都没什么关系 我的这个夏天就是音乐测评空调 还有你们雨昕 雨昕 好了我们今天来测一下Lover啊 我们来一起跟以前这首歌曲 我有的时候喜欢这么带耳机 这首歌我就要这么带耳机了 Respect 美妹 哇哦这个节奏真的好好好棒啊 我不是没吹啊我是觉得这个节奏就很适合回忆啊 我认识你20秒还是20年了 知道了吗 B-A-B-Y Where you go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Tick me out Tick me out Tick me home Tick me home Tick me home no Tick me home Tick me home 你们知道吗 听她的歌就会有一种 这首歌啊 你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很久听歌 说老实话 说句节目外的话 很久听歌没有听到过这种感觉 你听很多的情歌 你觉得很悲伤 你觉得很愤怒 你觉得很难过 你有多少次能在一首歌里 听到幸福甜甜的感觉 大家一定要忽略听这首歌 一定要 这首歌 哦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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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词太棒了吧 美美 这很多人觉得谈多了恋爱不是一件好事 美美上了觉得谈多恋爱是一件好事的女孩子 你熟悉了 ves a zover 老实讲我不要再听 因为这首歌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觉得突然一瞬间 我觉得很久没有在歌曲里 听到一种叫幸福感的东西了 很久 就是欧美的一些大牌歌手 他越做越会陷入一种 很技术的音乐范畴里面去 就是你会听到他歌里面 用了更多的就是效果 用了更多的编曲元素 用了更新的风格 或者电子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美美这首歌让我听起来 真的非常的棒 它的歌词性 它的文本要远远大于 它所展示出来的音乐工业上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已经 起码国内很难听到这样的歌曲了 国内顶流的歌手 很喜欢在歌曲里加一些工业化的 一些装饰装潢在这个音乐里面 而美美这个节奏 一开始出来打 打打这个鼓点的时候 其实如果大家懂音乐的话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叙事型的节奏 它的整个歌词 我觉得跟它的心境是很相关的 它就是一个幸福的单纯的一个小女孩 用很简单的节奏 很简单的歌词 就把这个意见描回出来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成功 在我眼里看 非常的成功 This is how song works 它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幸福 那同时我也觉得 最近听伤心的歌 其实有点多 确实有点sung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 还想找甜蜜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如何挽回你的前任 啊不对 如何获得一段美好的爱情呢 可能就在美美的这首lover里面吧 然后我衷心希望美美这样的传记 可以在全球大卖 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这场现实 对 我也希望这首歌会成为 它接下来演唱会的头牌歌曲 我希望大家有一群人 可以看到满天星火 在唱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超喜欢 超赞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聚这首歌 去买 听到没 去买 去买好不好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最求演奏评评的全部内容 其实今天发现了一首宝藏歌曲 Tabasuit的1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听一下 特别如果大家可以看它MV的话 就它MV拍的也很好 虽然只有歌词和简单的照片 不过这都是满满的回忆 满满的正能量啊 好傻 好了 以上就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我的Lover们 拜拜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